視野遼闊交通便利 若不是校方把雜草清除乾淨 露出平坦緩和的台地 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南投仁愛鄉仁愛國中 有這麼一處全線唯一的高山露營區 所以一清出來發現說 哇這個營區原來它原來的設施這麼的棒 因為本來是看不到 後來清出來發現它總會有五個階層 然後它也有很棒的設施 包括廁所浴室跟那些團本部 那只是說剛好這麼十多年的荒廢 造成一些毀損加上一些人為的破壞 為了能進一步的活化利用 校長希望鄉公所及縣府 能夠提供經費來整建露營區 縣長林明珍以及鄉長孔文博縣長會堪之後 也認為只要能夠進行整建規劃 這裡廣達兩公頃的地方 將會是一處非常好的高山露營休憩區 我是認為這個露營區 非常有開花的條件 所以我去主持我們觀光處 還有教育處共同的研究 如何把這兩公頃的這個露營區 把它開花完成 那如果未來只是作為教育方面的活動 那當然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如果要對外開放一夜的話 那可能在土地的使用上 就跟它現在租用的不太符合 那可能這個需要去從法令上來做一個研究 仁愛鄉長表示 仁愛國中校區仁屬成租中的原住民保留地 露營區可作為教育相關用途使用 目前無法對外營利 如果校方就教育用途來利用 鄉工作也會給予支持及配合 而且對仁愛鄉來說 多一份教育資源溢柱 也是對鄉類就讀的學生一向利多 記者NO 南投仁愛 採訪報導